词曲 李宗盛 谁在风中还在笑着哭 哭着笑 笑着哭 难忘那棵老玉树 好男儿 我是一只虎 白苍天 口福无目 我不会无辜 但我都江湖 一个影子我在乎 好男儿 我是一只虎 白苍天 口福无目 我用生命不尽声 这个影子我在乎 好男儿 我是一只虎 白苍天 口福无目 天生我是一副 阵阵铁骨 梦里踏上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 祝你跟彭远越来越幸福 谢谢 谢谢 行 燕子 这天啊 也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四季在下面等我呢 你先走吧 那我走了 好 再见 鼓楼哥 好好对待小劲 来 好 鼓楼哥 你回来啦 estry 体育 丹枝 俄罗哥 你回来了 衣服洗好了 我给你放在这 正好 我刚给你泡的深茶 你趁热喝了 你昨晚没回来 肯定没休息好 我去给你打点热水 你一会儿泡个脚 睡一会儿啊 小剑 小剑 对不起 怎么了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你 你到底怎么了呀 是不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儿 你告诉我 我可以改 没有 静儿 你哪儿做得都好 都是我不好 你哪儿做得都好 小剑 我想跟你在一起 以前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还要做得好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我可以改变最大的事 我可以改变最大的事 你才是 最值得我关心你 小军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贴求得你 袁公子 请喝茶 喝什么喝呀 你请我到警局来什么事 我跟你好像不是很熟啊 袁公子 好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我是警察局局长 我请您来做客 不奇怪吧 你想拿我怎么样 你误会了 我能拿您怎么样 做鸦片生意有什么不好 您也是想为自己 积累点资本吧 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我很理解 不错 江湖大浪掏杀 我要在里面闯出自己的名堂 成为萧雄 让所有人都尊敬我 好 市长的儿子 我 虎负吴玄子啊 江湖枭雄大可 我欣赏你 袁公子 你放心 放心大胆 放开手脚 大概一番 如果需要我做什么 尽管反复 说这么半天 你是跟我套近乎呢 别了 有什么事我会吩咐你你 你就等着吧 袁公子请留步 据我所知 前一阵儿袁公子好像丢了一批货 不知道找没找到 前往过的人 你应该知道是谁呀 老公子 有一个叫周飞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听说过 周飞 他不是德意堂的人吗 是他抢了我的货 杀了我兄弟 那你想想看哪 张相伟和周飞 以前那是拜把兄弟 你亲个儿我都亲 穿一条裤子 混蛋 谁敢抢我的货 你敢抢我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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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我当大傻子呢 袁公子 别生气 你还年轻 这是你从有志青年 到江湖大哥的必走之路啊 你想想看 张相伟和周飞死了以后 在辽城 你就是江湖老大 谁敢惹你 谁敢不服你 有道理 袁公子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放开你的拳脚 大干一番 我会全力支持你 你放心 我明白 人生难得几回博 现在有一个 绝侠的机会 等待我去拼博 是啊 要想把握这次机会 两个字 坚持 今天会很残酷 明天就会很美好 大多数人都是死在今天晚上 袁公子 你和德义堂之间 我希望看到明天早上 美丽的太阳那个人 是你 严局长 太谢谢你了 你对我的鼓励 让我身体里的热血 充满了沸腾 你 小坏蛋 干吗 你今天想没想我 想了 当然想了 想几次 一直在想 都记不清想几次 那就是没想 我真想 王沉贵 你认为这么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就让周飞之路 把黄神棍的猎 将戴琴 戴琴了 上 打 驾 你 娘儿 你没事吧 没事 没受伤吧 没有 那就好 好了 都过去了 别怕 盈儿 你听着 你在这儿藏好了 等着我 你等着我 我一会儿就回来 千万别动啊 等着我 醒来 你现在认为 你们家这个东梅就是白雪 而你爹跟共党 连半毛钱的寡哥都没有 是因为你爹爱东梅 所以才替他隐瞒身份 牛妈的死 让东梅非常的悲痛 那么你爹为其 甚至下令杀人 你爹这么做 就是讨好东梅 对吗 袁长官 您如果不相信我的推断 可以把我爹跟东梅抓起来 问出事情 我是讨好东西 我们录制念 乃国 本来 我们是否讨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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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שה 爹 金六爷 我暂时还不想抓他 为什么 这个事情 说来话长 辽城早在日本人占领期间 有一个日本指挥官 他叫山天岗 他在辽城附近一座山上 修了一座秘密军火库 储藏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在当时 我是军统局行动组的组长 我为了调查 这个准确的军火库的地点 我是费了很大的精力 那到目前为止 寻找军火库有没有什么线索 据说有一张地图 它能确切地指出 这个秘密军火库的位置 而且 这张地图 可能就在你爹手里 地图怎么可能在我爹手里边呢 这个话呢 还有从你娘死说起 当时我们有一个行动组的组员 秘密潜入了山天岗的住处 拿到了这张地图 当他离开的时候 遭到了日本人的截杀 身负重伤 那么在情急之下 他跑到了你们家 躲了起来 后来在他临死之前 交给你娘一张地图 他说 无论如何要把这张地图 交给三少爷 三少爷是谁 三少爷就是当时我在军统的秘密代号 因为当时我的身份不变暴露 所以说 我又没有办法和你娘 正面地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也是在情急之下 我们化作成日本人 导演了一出 绑架案 原来绑架我娘的不是日本人 是你 我没有恶意 只是想从你娘把地图要回来 那我娘为什么会死 当时 我把你娘从金家大院带出来以后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干嘛要绑架我 嫂子 你害怕 是我 袁老弟 怎么是你 今天这个事情 我也是迫不得已 改天我再向您解释 你把我带到这儿 到底想干什么呀 您还记得 昨天有一个身负重伤的不俗之客吗 是 我本来想救她来着 但是没有救活 她是我们的人 你们的人 她离死的时候 没跟你说什么 或者是说 她没把什么东西交给你吗 她交给我一张地图 说是让我务必交给一个叫三少爷的人 这就对了 实不相瞒 嫂子 我就是三少爷 现在地图在哪儿 我给藏起来了 太好了嫂子 现在我就带你回去 赶紧把地图去给我 不要 我认为了 走 我认为了 快点动 快走走 我认为了 走 当时我带着你娘 拼命地往外死伤 不幸你娘中了日本人的子弹 死在了我的面前 彭远呢 说起来你娘的死 我要负完全责任 程官 不要这么说 你也是为了完成党国的任务 谢谢你的理解 你娘死后不久 你爹近六月回到了辽城 他听说日本人把你娘给杀了 非常的悲痛 所以他把山天岗给暗杀掉了 那么这张 秘密军火库的地图 到现在也不是哪去了 不过 据我猜测 这张地图 可能会在你爹手里 长官 你需要我做点什么 当然啊 我希望为了党国的利益 你回到家里 暗地里好好给我查找查找 希望你能找到这张地图的线索 然后向我归报 长官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完成任务 绝不会让地图落在白雪手中 不过你要小心 白雪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不过你要小心 毕竟你和她是同在屋檐下 懂吗 明白 快点 扫子 暗地 暗地 嫂子快点告诉我地图在哪儿 说呀地图在哪儿 快说呀你呀 你 嫂子 我对不起了 爹 看报纸呢 你喝啥 表现挺好啊 给我倒炒了 爹 我今天出门 那儿入过一家笔店 儿子知道你喜欢写毛笔字 就给你买了一支毛笔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您看看 蓝豪的 对 这干啥呀 又喝茶又买笔的 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呀 前几天冷不丁地挨了你一下子 说实话爹 刚开始有一些不服气 但是事后我也想了想 那天属实是儿子做的不对 是真心话吗 真心的 彭远 从小到大我就打你们一回 其实打完了以后 我也挺心疼的 不过就是你娘活着 要知道你现在对燕子这样 她也会这么做 好 如果我娘现在还活着 能看到像燕子这么好的女孩 当儿媳妇 她肯定会替我高兴的 爹 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通 日本人当初 为什么会绑架我娘呢 你听谁说日本人绑架你娘是 你跟老七叔说的呀 说我娘的尸体 是在山林子里发现的 并且日本人还是从家接走的我娘 我就以为是绑架呢 一提起这个事啊 我就痛心了 当时我如果要在你娘身边 就不会是这样 爹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怎么说呢 你也替我娘报了仇 杀了日本那个宗指挥 善田刚 娘在九泉之下 会理解你的 爹 有件事我也想不通 你说日本人劫走我娘 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呀 他们是不是想从我家 得到什么宝贝呀 宝贝 咱家我认为 就一个宝贝 你娘还被他们杀了 还有什么宝贝 我的意思是 他们是不是想从我娘的手中 得到什么东西 我想起来了 你娘 这个东西她送给我的 还有这个烟豆是她送给我的 还有一个怀表 今天没兜我没带 你现在要我就给你 爹 你想多了 我就是 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我娘了 说真的爹 我挺想她的 所以刚才跟你聊天啊 不经意地提到这事 对不起啊爹 我娘 爹 那天您跟我说你要娶东梅姐 怎么这几天就没动静了呀 我感觉东梅挺不错的 你俩挺合适 是 你同意啊 儿子同意 坚决同意 我也同意 那你同意的话就赶紧办了呗 人家同意吗 我看她那样她挺喜欢你的 人家是工作 知道吗 是在人家赚钱的 小子以后你有工作了 你又做得像东梅姐那样 你就成功了 说娶就娶人家呀 朦朦朦朦的 想娶谁娶谁吗 万一提出来 人家转身走了 你不把爹闪一下了吗 还是儿子想得不周旋 但是爹 儿子真的是希望你过得好 你这话到底是真的吗 真心话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我不能给她 的 机器 巨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哭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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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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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往下维持的 冯言 你知道绝望 是什么感觉吗 对不起 我没有感受过 那我祝你 早日尝到这个滋味 谢谢你的祝福 你自己乱乱下用吧 我今晚去书房睡了 我去书房睡了 不ran 停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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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